茶餐廳舊老闆變心伙計王 茶餐廳最緊要快 要做好伙計 第一當然要拿得多東西 原來兩位姐姐才是最厲害 他們十個來自不同的茶餐廳 爭做第一屆伙計王 不過茶餐廳這麼多術業 他們又記得多少呢 帥哥 5號 8號 8號 對 夏夥 2號 冬奈臣 冬奈臣 8號的最緊要是什麼 黎托 4號 彼彈獸竹 對 美女 都是4號 白竹 對 最後一條了 206 2號 即是 那些 冬奈臣 冬奈臣 對 對 好了 最後一關 當然考考記憲 不過不准用紙筆記下 我們一個XO炒 一間 聖州炒體 凍檸水 簡單兩個 多士 不要凍檸水 要凍檸產 好 這邊 不凍檸 不要看小他們 要做到火技王 原來一點都不容易 結果 由中間的威榮哥 奪得火技王的稱號 兩位類像 分別拿第二和第三 小姐 共領茶紅包內油 共領茶紅包內油 冠軍的榮哥做了這行三十年 自小就在家裡開的茶餐廳幫忙 不過1998年倒閉之後 就由老闆鋼去其他茶餐廳做火技 我覺得沒所謂 有時很多人是做老闆 變成做火技 有時不理解 馬死路地走 沒問題 為兩餐 敬業爆業 什麼 香草芝士 好 錢 謝謝你 現在是尖沙咀做的這間茶餐廳 很多明星光顧 他說沒想過東山再起 只是想做好份工 希望人工好一點 我覺得 市場應該是多少 應該三十元起碼 最少三元 大家公道一點 不止榮哥 拿第二的美姐 和第三的破綿 都認為最低工資 要定在三十元以上 才可以保障到打工仔